你要去薪资多少 13K加吧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穿这一事上来 就是投资经理 什么的应该 至少应该打个领带吧 曹西老师 先简单回答一下您的提问 我有错过这个统计数据 就是据我了解 在非你的舞台上 我也算是一个老粉丝的 但凡那个西装革履的 一个选手上来 求职的成功率都不高 真的不高 有数据表明的 您不要过度地关注我的着装 着装不够 智商来凑 那好 就是你这个大数据的结果 就是你认为 如果你这身着装的话 会提升你百分之多少的成功率 提升不敢说吧 但是至少可以规避掉 马上就跟冯说了 自己对于自己的内在 以及这个节目的准备 是相对充分的 但是相对于内在的表现 和硬性知识的准备之外的 服装的准备 确实稍微忽视一点 你就承认你找那么多理由干什么 对您说的没错 但是如果能够更好 像曹西老师说的 内外兼修 那就更好了嘛 图老师说的有理 第一轮选择缺货帘 还有气氛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必须说我太喜欢你了 你闭着眼睛唱歌的那种 那种痛苦的样子 让我心晃神愚 谢谢土耐老师 你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它是陪伴我高考以及考研 那一生最难度过的一些时光 然后现在来到这个 菲尼的舞台上 流灯和亮灯术 其实都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 我相信灭灯 它不意味着一种否定 而更多的是一种建议 而我不是一个 听不尽建议的人 所以我相信 未来可惜 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迫切地想成就一番愿望 其实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在吧 可能跟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 就是我自己比较的不安分吧 不甘心于目前的一个现状 而这个呢 我相信 这可能又 这个徐类老师可能又要批我了 我相信目前 目前国内的 很多的投资机构也好吧 很多的这个 尤其评级公司这方面吧 它是不够完善的 我虽然现在是一个菜鸟 但是未来呢 肯定能成为一个昆蓬 来完善这个市场吧 大家可以放下来的那吗 我们先来的视频